冰箱里的蔬果不是放进去就不会坏 正确的保存方法其实是有诀窍的 首先将所有的蔬果都不要清洗 再准备厨房纸巾把它们都包起来 吸掉多余的水分避免发霉 然后放进塑胶袋内稍微绑起来 要保持透气不要绑死 这样才能维持蔬果的新鲜度 摆放的方式要配合蔬果的生长 以直立的方式摆放 那到底要怎么摆才对 接下来我们就看谭老师怎么做 这个青菜一样都是直立的 直立的 这里还有白萝卜 白萝卜它是会有点要斜斜的放 你旁边就可以放一些 它这通一样就是斜斜的放 斜斜的放是OK的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比较特别 像有的它的保鲜室是很高的 我觉得还OK 那这个像 像这个对啊 这我们就要放的比较下面一点 下面就放熟食 下面就放生的没有关系 那这个的话可以不分 那这个是番茄的话还是一样 这个地头一定要擦干再放进来 一样就可以放下面 那这个还不错它有一个真空的 所以真空的水果就可以放 就可以放水果的 水果可以输在可以分开 对可以分开放 那果没有真空呢 它这个是一个真空的设计 它如果没有的话水果 如果我们冰箱没有真空的 水果就要放上面一点 然后蔬菜放下面一点 对 对